被缩小的女老师从书包爬下 摔得她屁股直喊疼 随着尿一来袭 她跑到马桶边上 可体型太小根本爬不上去 她跑到客厅 发现桌子上摆了颗盆栽 然而屋里头的父子俩 正手忙脚乱导步着什么 散落的物件可把老师吓得够巧 没一会儿 她终于爬上桌子 躲在盆栽后好好释放了想 哪知旁边的爸爸拿起来想换点桶 尿就全洒自己头上 搞得她还以为是水浇多了 老师躲在一边瑟瑟发抖 差点就被发现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都是怎么回事 故事还得从早上开始说起 男孩小帅今天刚入学 来到了这所看似毫无生气的学校 可奇怪的是 当他和老爸路过门边的雕像时 这玩意居然是活了 眼睛还转动了起来 随后他们找到女老师办理入学 可对方以学校创始人的规矩 给小帅安排了为期三个月的入学检测 只有各项考试通过了才能入学 等他进到教室 以富二代为首的坏歹帮 上来就冲着他一番调侃 还说如果够胆的话 那就要在晚上潜入学校闹鬼的房间 这样就可以加入他们的房 不然的话 就只能说你是损货了 为了保住男人的尊严 小帅二话不说就答应 到了晚上 他独自一人溜进学校 找到了那间闹鬼的房间 哪知里头的道具各式各样 中间还有幅学校创始人的画作 却不曾想 这幅画居然也是活的 可隔壁办公室的女老师听到动静 也正快步走来 只见小帅刚摆弄起一颗金属球 女老师就跑了过来 就在对方要打电话叫家长时 身后的金属球却在盘里飞速转动 嗖的一声 女老师居然变成了小矮人 然而小帅没有发现 还以为对方走吗 而这是坏仔帮出现 答应让小帅加入他们 就在几人准备回家时 女老师一跃跳进小帅书包 就这样被他带回了家 男孩睡醒一睁眼 老师居然站在面前 更离谱了 对方还是个小矮人 他手指对着老师比划比划 六厘米 是真的矮 确认不是做梦后 小帅带着老师来到餐桌上 结果老爸一过来 吓得他只把对方往奶酪上推 再一面包过去直接盖上 接着装进饱餐袋 直接出门上学 可今天要考试 身为天才学渣的小帅 集中生智将老师装进笔袋 让其当自己的作弊工具 否则就别想变回正常人了 等考试开始 小帅只能起笔袋 靠对方给自己报答案 哪只身后的坏仔帮 却将试卷全给了小帅 让他帮忙全做了 还好有女老师在 没一会儿就全写完了 可放学后小帅一打开笔袋 里头的钢笔却落寞沾了老师一身 他跑到玩偶店挑衣服 但路过的同学小美却撞见了他 吓得老师赶紧转身立定扮起玩偶 买完衣服后 俩小孩在街上滑起滑板 结果小帅没看路 狠狠地翻了个跟头 他慌得赶紧翻找背包 但老师已经被压晕了过去 他又拿出水瓶 成功把对方给泼醒了 可这一幕 却被后头的小美看到了 但对方不仅不惊讶 还说会帮老师找到办法变回来 他们来到那神秘房间 认为老师变小肯定和这颗金属球有关 乃至小帅刚把球打开两半 就猛然出现一道蓝光 这居然是学校创始人生前的高科技一眼影像 对方利用魔法 将自己的灵魂附在学校里头 只要谁敢让学生不开心了 那就要被变成小人 而之前女老师以叫家长为恐客 让小帅慌得不行 这也就导致了她自己现在这副模样 就在寻找方法变回老师时 上次的考试成绩也发了下来 谁知小帅和坏仔帮一看成绩 四个人全没及格 原来女老师不想靠作弊 让他们成绩变好 这才撒了谎 富二代气得和小帅大打出手 结果还从她包里发现了老师 但对方以为这只是个玩偶 就直接抢走回家 我的天 这女老师被施展魔法 现在居然变得和玩偶一样小 面前的富二代学生健壮 更是将她钉在靶子上 不停抛射飞镖想要泄粉 叫你对俺这么严格 持标吧你 忽然门铃响起 是同学小美来了 趁着她被吸引注意 躲在一边的小帅 连忙跑进屋子 成功救下了老师 随后他们躲回学校 却发现教育局局长来了 原来学校因为过于简陋 而且学生寥寥无几 只有一个班 现在将要关停这所学校 不管小帅怎么劝 局长都无动于衷 哪知当她走进魔法房间时 金属球搜地转动 直接就把局长变成了小人 就在她和老师面面相去时 地板却忽然打开 把两人摔进了地下室 旁边的小美见了 火速跑下去想要救人 结果这时 坏仔帮出现了 他们抓住小美 将小帅引诱了过来 眼见他们就要报仇 小帅反客为主 说他们够胆的话 就跟自己去地下室救出老师 不然还算什么男人呢 坏仔帮急了 就这样加入了他们 而大火也在地下室中 发现一个秘密通道 里头的机关应有尽有 老师和局长也就在里头 只见大火滑进通道 开始研究机关破解谜体 他们答对自由女神像 在美国通过第一关 又将正方体模型 塞到正方形钥匙口 通过第二关 最后通过两米长的独木桥 靠着无用的大脑 成功救下了两人 而两人也被这群孩子所打动 诚心地感谢他们 随着金属球转动 老师和局长就这样变了回来 故事最后 局长也放弃了关廷学校 并任命老师担当校长 以教育为辅 学生快乐为主的教学里面 让整所学校都充满生机 学生也越来越多 故事也就到此结束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我把老师缩小了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